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人生少年 看我們這身裝扮呢 就知道又要來介紹大型公共工程啦 那我們在很早之前呢 有拍過我們捷運的影片 大家無聊的話可以回去看一下捷運什麼挖出來的 那這一集呢 公共工程我們要來到一個地方 叫做暗坑增 也就是山坑 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最近要發展一個非常酷的一個新的公共建設啦 暗坑增呢 你可以從這個很小很小的地圖裡面呢 去看到大概就是在這個位置啦 那以前呢 它其實是隔滿欄族的地方 那之後呢 經過我們這群白浪呢 然後慢慢的推進推進推進 所以呢 開始越來越多的漢人居住了 越來越多的人在這個地方了 那之後呢 對 公共建設就是要慢慢的趕上它 那預計在今年2022年它就會正式完工 在通常呢 大家在畫完圖之後呢 然後做完計畫書 我們呢 就會一路把這個工程筆記圖 跟我們全部的施工圖 包含全部的地段你要如何施作 一路就畫畫畫 像我們現在目前大概就在這個位置 而這個位置後面這些線條呢 現在全部都是變成一個真正的實體 就改成這樣啦 而這些圖紙呢 其實也都是所有在大型公共建設工程當中的一個中間過程 也就是說呢 其實在所有的大型建設在做之前呢 前面都要經過一個譬如玩土木技師的場刊啊 或是你要開哪一條的路啊 或者是你在興建所有剛購的所有結構律師的參與 跟許多許多許多的委員 跟許多許多的一些專家學者們 一起來規劃這路線 最後畫出一張圖 畫完圖之後呢 現場的人就按照圖 就是照圖去施作 而且大家身後看到的就是我們目前安坑輕軌的進度啦 那這看起來熟悉的車廂 感覺像你平常搭的捷運沒有什麼差別 不過它是輕軌 你搭的是捷運 那輕軌跟捷運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其實第一個當然就運輸量啦 捷運它的運輸量是每小時大概2萬人 那輕軌呢 它大概運輸量就是每小時5千人 在所有的公共工程規劃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是先有需求才去規劃 有一些是先規劃完之後才發現有這個需求 這是一個很大的學問啦 總共有的是這種東西我們有機會再排擠給大家看 所以今天我們要用15分鐘的時間來教大家看 這個輕軌到底是如何蓋出來的呢 從地上 從車廂 從上面 那我們Let's go吧 BOOL 好 在你的攝影圖都畫完之後呢 接下來你要幹嘛呢 就是要開山屁圖啦 所以這個時候看到山就挖開 看到路就把它剷冰 而講到地面上這種呢 它有分成三種軌道 有種叫做埋制式 也有種叫做基座式 第三種叫做稻渣式 這三種軌道 一般的大眾呢 你比較能夠常看到的就是 所謂的埋制式跟稻渣式 埋制式呢 就是你在走路的時候呢 它會在你的水平面以下 也會把它帶下去裡面 對 也就是像你一般我們在開門的那個滑軌有沒有 有一些人是把它埋在你的 家裡面的那個地板的下面的那種 埋制式 而現在你攝影師腳下的這個呢 它就叫基座式 基座式大家可以從側面看到一種 弓形的一個形狀 所以也就是一般大家傳統 對於軌道的最基礎的想法 有的人講說弓字形軌道 或弓字鐵 它從側面切開來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那個 鐵路還是有什麼樣的符號有沒有 就很像學一個工人的弓的這個形狀 那現在勒在我的右手邊勒 也就是這個 這就是我們的攝影師跟桂傑 不是 在他們的更後面勒 有一群人現在他們正在做軌道 那這群人在那邊是在做什麼勒 在烤肉 他們在做什麼勒 就是在做基座式的高架鐵道 然後大家看我們這個水平面 我們現在位處於就是地表往上 大概是五層樓的高度 也就是說這種基座式的軌道 它大部分都是用在這種高架路段去使用的 那高架路段的基座式軌道怎麼做呢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給大家看 然後基座做好了之後呢 那個鐵軌就會放上來了 鐵軌放上來的時候就會先用木頭把它墊高 這樣等一下下面再放那些 墊片跟蝴蝶扣的時候才會好放 這個就是材料放好的 很像我們種稻田有沒有 要擦秧 然後接下來就是 要有一個瘋狂的 一直砰砰砰砰砰 一直轉一轉 所以這邊就是蝴蝶扣壓上去的 就是把它們固定好的 在這次的軌道呢 你會看到有一種非常特別的 叫FST的工法 在這個弓形軌還沒有固定早之前 所以大家可以看這個弓形軌 這現在是充滿彈性的 因為金屬它在越長的時候 它的彈性就會越大 那現在在我下面這些作業的朋友們 他就會把一個一個的油壓牽丁頂 先把位置設定好 固定好之後 待會會把整塊的水泥 跟整塊的軌道 連同軌道一起 把它多多多多帶起來 帶起來之後呢 再把橡膠墊塞到下面去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就是為了要隔音 大家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油壓管做完了之後 現在大家要站在上面 這樣丟來丟去呢 其實是因為 如果你把油壓也是頂到到位的時候 你最後你要拆掉 你會卸壓卸不出來 就是你要在 全部還沒有到最高點的時候 然後就要稍微讓他先把壓力卸掉 然後把你的管 這個油管 這個大哥在收的 這個就是壓力的油管 把油管抽出來之後呢 然後剩下的一點點在靠人力 咚咚咚咚 頂到位這樣子 才不會你拔出來那個油 爪到很辛苦的東西 今天的總共預計是要做100公尺 現在早上9點 我們到晚上5點的時候 就是要來做這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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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之後你們在搭車的時候 然後呢就咻這樣子 不大基本通通就結束了就過去了 好不好 大家在搭車的時候想想這些人 剛高架式的鐵道看完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在機場的旁邊 然後我們現在地上的這個呢 就是 倒渣式的軌道 倒渣式的軌道 想必大家應該很不陌生 小時候我們在搭火車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旁邊 它有很多小碎石 那這些碎石是拿來幹嘛的呢 其實呢就是拿來抗噪跟隔音的 大家在做隔音工程的時候 它裡面有兩個東西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消耗它的能量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藉由易材質 然後把它的震動共振把它消散掉 所以其實在這個所謂的倒渣 那個渣的小石頭 它第一個就可以幫助烈士在通過的時候 可以減少它的共振 因為共振在不一樣的材質 在轉換的時候 它會消耗出能量 也就是所謂的熱能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消耗成功 當每一個不同的材質跟不同的功 它在藉由不一樣的東西去轉換轉換 把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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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消散掉的時候呢 第一個它能量變小 然後你的聲音就會變小 再來說影響旁邊震動的狀況呢 也會越來越少 那在下面看完了之後 來我們來看上面 大家一定在想說 列車到底是怎麼移動的呢 就是列車本身不插電嘛 它也不像Gogoro一樣插電池嘛 它其實呢 在歐洲國家或者是你在澳洲 你都很常會看到像這種輕軌 那這些輕軌呢 上面都一定會有這一條線 這條線你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 你在它的插頭插在你的插座上 你的插座去連著這條電線 然後帶著這個電線的移動 手這樣移動 所以它隨時隨地都是通有電的 而這個玩意兒呢 我們就是稱為叫做幾電工 那它也是呢 提供所有的列車 在行駛當中的所有電能的一個重要關鍵 好啦 那我們現在軌道看完了 我們上面的電線也看完了 這個時候我們要看什麼呢 看車廂 打車吧 但是在看車廂之前呢 其實在這一段漫長的製作當中呢 各位可以看到後面就是這個時候 挖山的挖山 蓋橋的蓋橋 鋪路的鋪路 所以其實造車的人 他們也是瘋狂的在造車的 然後怎麼造車的呢 大概就像這樣 現在車子做好了對不對 車子做好了之後 它當然也不能沒有鐵軌 它沒辦法開到這個軌道當中過來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把它運過來呢 就是用掉的 好 總算回到2022年的這一天呢 我們的列車總算已經順利的安裝在 我們的軌道上了 那在這個軌道的期間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開心心的 來帶大家上車啦 走 好 我們剛剛已經從機場把列車開出來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列車上面有一些小小的編號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它後面的尾數呢 就是你車廂的號碼 然後咧 這個就是他們這次安坑輕軌 所設定的顏色 光耀金 這幾天它應該已經在這條路上測試了 所以住在安坑的朋友們 你可能在最近的近期當中 都已經有看到這台列車在行駛當中 所以在太陽下的光線 跟我們照片看起來的光線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一般人來說呢 大家是不是都懷疑 不是懷疑 一般人都以為 輕軌列車它是沒有輪子的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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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有的 這是我們在稍找的時候 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埋在下面的軌道 所以一般 你在車子在過去的時候 或在行駛的時候 它是平整式的 它的輪子咧 就會在它的軌道裡面 所以大家可以趴下來看到這個輪子 你看 下面這裡 所以輪子看完了之後咧 那我們來大家看看賞車吧 賞車最重要的點就要看什麼 看我們的駕駛座 還有看我們乘客坐起來舒不舒適 那我們現在來帶大家看看駕駛座的位置 來 各位老闆 這就是你們訂的車啦 我們大概花了 1.5個億 來 歡迎歡迎歡迎 來 老闆老闆老闆你可請 老闆老闆這邊你可請 來來 這是我們的駕駛座 駕駛座的位置在擋這樣 小丁沒有這種車駕到 所以我們找個專業的駕駛 來跟大家導覽一下 這個主要就是在監控車內車外的狀況 室內環境 室內室外都有 像我這個是全放 所以可以選擇 然後它會循環多放 中間是駕駛主要的操作 有一些 那它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 所有車們現在開啟關閉的狀態 所以可以選擇 比如說我現在看到 我現在選擇的車子的電源 它的供電 我覺得更正常 它這邊主要是一個號次的電源 會讓私具人去輸入我目前的車次 這邊的話 這邊就是有 車子控制的部分 就是極電供線選擇 就是你要深工的方式行使 來去使用無駕駛線 就是我們有機能電池 那通話可以跟誰通話 這個通話是無線電的部分 它由於通了 它可以跟車內通話 通常都可以講什麼內容都可以 那我可以講嗎 來 各位旅客你好 本市車即將開往台中 好 台中 那沿途的車資是一人8萬8 請等一下到門口的時候投錢 謝謝 我忘記見不到 8萬8太貴嗎 太貴了 蓋過去需要有一點 我們還要開路耶 要鋪軌道 8萬8我們搭個幾次 要不要到台中耶 台中啦 台中8萬8最大的 不要夠 我們要開始駕駛了 各位旅客手抓好 待會時速350喔 我帶我們整個拍攝組第一次搭乘安坑輕軌 那瓜哥這手勢是什麼意思 我們手勢是搬車到椅右側經過 預防車子鎖轉 撞到列車 其實很穩耶 這很像在買車的時候不是都會先感受那個駕駛座 然後還有內裝 冷氣涼不涼 然後還有行駛出來的那個車子感覺怎麼樣 列車通過 kg 向 K5 向 K2 向 K3 向 K3 我有一個管制中心 然後他們每個人都一直在回報 現在我們 K1 到 K2 我們現在要一路往 K5 這邊行 列車抵達 K3 站 對 那請說到你車底下 你車底下可以包通的話很低 所以我們在測試階段裡面 要先辛苦幫大家交管還有通報的 還有我們駕駛座看完了之後呢 我們來帶大家看看這個全新包膜 欸 你穿了是不是 孩子 你穿了 地震啊 我們先來看一看這個駕駛座位 全新包膜還沒有被拆空屋跟使用過的 那這個就是他們整個車廂的內部結構啦 你可以看到有幾個特別的地方 我們常常會遇到火車還是列車 中間跟中間的時候 他們這個區塊是沒有辦法占人的 那他們這次的輕軌呢 這邊是做的全平面式 就是不管你是推輪椅啊 還是你是腳踏車啊 還是什麼 當你放上車的時候 中間會有一段路 它其實不會造成你的一些困擾 然後接下來就是座位區 所以咧 大家都可以 所以它除了戰地區比較多之外 然後因為輕軌其實這附近 大家可以看後面的背景嗎 那這邊騎腳踏車還是 做一些家屬旅遊 或是一個蠻舒服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腳踏車啊 然後它就可以有一個多工人的地方 需要你放 那旁邊呢就是有五六個座位 跟旁邊一般並列式的座位 主要是他們中間 佔地的地區非常的大 所以光用佔的人應該 就人數目測起來就會到非常多 那你可以看一下 新式車廂裡面 就是手把 就是一些小邊緣的小心靈的地方 它都處理得很幼柔 所以在我們影片拍攝的時期 他們的進度已經到這個趴處了 那再過不了多久呢 我們這條輕軌就可以全線的完工 那當然雖然輕軌的運輸量 它沒有捷運這麼多 但是輕軌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的造價的成本 其實跟捷運相對低很多 那再來呢 它也沒有像前頓劑一樣 要投到地底裡面 然後去挖掘 所以呢 不一樣的區域跟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是適合不一樣的工法 跟不一樣的需求 那這個東西呢 還懇請大家 先有一點工業知識之後 然後再來跟大家做獨立指導 好了以上就是超車少年 在暗天輕軌還沒有完成之前 先幫大家做一試乘的動作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類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跟分享我們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有一個小遊戲 就是鐵軌它本身是有靈魂的 就是你要怎麼樣把鐵軌裡面的靈魂叫出來勒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是需要使用香檳錘 就這個 鐵軌的圓臉